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柯以柔老公郭宗坤去年10月被爆偷吃店内女员工,婚变半年,柯以柔坚强面对,但想到每月要生出15万,才能打平三个孩子的生活开销,今早开直播泪崩喊,有点承受不住,笑不出来了。 格外令人心疼,柯以柔每天一打三照顾孩子,加上工作赚钱就已经忙不过来,一想到要独自负担三个小孩的开销,直呼非常可怕,无奈说,但是我很想问,一个女生如果可以每天洗头,喝下午茶,开开心心当个公主,谁希望这么辛苦。 但是当一个妈妈,无从选择,也没有什么好抱怨,人生就是有许多无奈,随后感性发文表示抒发完情绪,明天开始还是那个最正面乐观的柔妈咪,人生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,总有一天会波云见日,竟全天下伟大的妈妈都是钢铁人。